今天台湾统一企业产品原料供应商台南市立光农工业公司被曝涉嫌贩售工业用原料统一企业在台湾以下架以统一布丁为代表的七款产品而在大陆台湾统一强调产品并未受到污染但也要求暂时下架停售含统一布丁等七款产品统一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称 统一企业在大陆没有使用台湾立光农工公司的任何原料统一企业在大陆生产布丁的原料是卡拉椒从治理进口是安全的请放心使用 该声明还附有治理进口卡拉椒食品级卫生证书统一布丁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但是这份由昆山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提供的检验报告中 其检验指标并不包括EDTA-2那项目且产品送检时间也有些久远 其中统一布丁鸡蛋位送样日期为2013年3月20日 而统一布丁芒果位送样日期为2012年12月18日 虽然统一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也要求在大陆暂时下架停售含统一布丁等7款产品 但新华社记者走访上海部分超市发现统一布丁并未下架 甚至有网友发现部分超市还展开了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 网友对此表示关注 同时呼吁有关部门应出具检验证明解答百姓的疑虑 财新网综合报道